本视频由游戏机实用技术独家制作 并由以下媒体提供播出 7月给玩家的印象一定是火热的 不仅是身边的气温在提醒大家 还有在全国各地不断举办的各大游戏动漫展 而7月的游戏世界同样热闹非凡 趁着暑假还有一半时间 赶紧来回顾一下7月究竟有哪些漏网之鱼吧 超级机器人大战原创世纪月之著名 作为极战OG系列的第四章 这次剧情主要围绕新加入的极战J展开 可以说是承载了极战J玩家们回忆的一部作品 并且极战J相关机体的战斗动画都得到了重置 能在高清机上重新感受两架主角机的魅力 难度保留了极战OG系列的特色 同时为了照顾新接触极战OG系列的玩家 这次还增加了初学者模式 没有什么极战经验的玩家也可以顺利通关 并且本作还有官方中文版 值得喜欢极战OG系列剧情的玩家入手 但要注意中文版删除了以前作品的剧情回顾 不了解之前剧情的玩家会有些理解障碍 不得不说是个遗憾 即限拖出 克之困境 克之困境是Spike Transoft的极限拖出系列的第三作 也是系列的收官之作 本作主打密室拖出和悬疑解谜 由著名游戏剧本家打跃钢太郎负责剧情 讲述了九名角色被困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内 相互协作力求生存到最后的故事 游戏中一共收录了13个密室 各个密室的解谜主题都不见相同 全方位考验玩家的逻辑推理能力 喜欢此类推理游戏的玩家会从中得到极大的满足 剧情方面与之前两作之间存在互动 解开了之前遗留的一些谜题 不过对于本作的结局是否能令人满意 玩家们则持不同的态度 与出色的密室设计成反比的是 本作的画面惨烈的无法吐槽 人物僵硬的动作 缓慢的口型 粗糙的锯齿搭配上血腥无比的场面 简直就是手动滑稽 真流行之神2 由日本一打造的流行之神系列一贯 以都市传说侵蚀现实社会的手法 给玩家带来奇妙而毛骨悚然的阅读体验 本作的剧情发生在真流行之神的两年后 前作主角北条沙西再次被卷入各类猎奇的怪异事件当中 吸取了前作饱受恶评的教训 游戏在系统上做出大幅更改 系列经典的科学超自然的双路线设定复活 而推理时的自问自答系统也一并回归 搭配女主角所特有的逼问手段谎言艺术 游戏的可操作性与互动性有所提升 可惜的是试图回归初新的剧情表现依旧不尽人意 相比游戏前期让人惊喜的出色表现 后期发展实在是啼笑皆非 而恐怖感也随着话术的推进 逐渐消失殆尽 成为一部虎头蛇尾厚尽不足的作品 作为一款改编自电影的游戏作品 本作的画面与音乐还算不错 美式漫画般的游戏画面和忠于电影的背景音乐 都令人印象深刻 但单调重复的关卡流程 难度偏低的鬼魂敌人 以及过于强大的复活机制 又一次次的告诉玩家们 本作仅仅是一款改编自电影的游戏 虽然对于本地私人合作游玩的支持 使得本作不失为一款聚会佳作 但不支持网络联机游玩又让人颇感失望 如果仅仅是一款休闲下载类级别的游戏 那么本作还算是能提供不少乐趣 但49.99美元的实体售价 不得不让玩家们面对本作素质平庸的现实 妖怪手表3 兽司天妇罗 这次的妖表舞台分为美国和日本 由两名主人公分别推进流程 这看似挺不错的设定 却把整个游戏前期的乐趣打了折扣 既然两人分别进行故事 那么他们手上的妖怪道具都得独立 这就使得战斗力不平均 好在剧情中后期 两名主角的战斗阵容和道具都会合并 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而且游戏的其他方面非常优秀 基础系统都很好地延续了前作的优点 战斗系统进行了创新 让战斗更具有策略性 这次的剧情依旧丰富 乐趣多多 但游戏的文本量很大 哪怕是教学也可能满平日文 再加上游戏内的各种谐音梗 需要一定的日语水平 才能够很好地体验整个游戏的乐趣 黑抢威的女巫神 以藤岛康界担任人设作为一大卖点的RPG 战斗启用了行动槽和破防系统 使战局变得更富有战术性 游戏难度本身偏高 早期需要留心所采取的每一步行动 另一大中午点黑话 也就是面谈系统 需要玩家从谈话中推测 是否有队员在说谎 根据玩家的选择 犯人也会有所不同 这需要具有一定的日语基础 才能体会其趣味性 尽管系统上的表现可圈可点 但游戏的实际表现 却存在诸多问题 重复利用的贴图素材 造型简陋的迷宫 还有拖沓的战斗节奏 不合理的难度梯度 导致玩家的游戏体验受到影响 剧情方面也显得略为散乱 且属于慢热的类型 总体来说 还是一款缺乏细致打磨的作品 作为久违数年的伊苏系列正统作 本作的素质依然保持着系列一贯优良的水准 本作首次加入了双主角的设定 在剧情里玩家可以在亚特鲁与达纳之间相互切换 体验到两个时代的不同故事 战斗系统的爽快度和伊苏7与树海相比 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探索要素则是本作的最大看点 在保留了树海的制作地图要素的基础上 加入了景点探索 寻找漂流者 钓鱼等要素 玩家还能够使用探索时获得的素材 来强化作为据点的漂流村 能够让玩家在解开塞刃岛的谜题的同时 尽情享受到亚特鲁克里斯丁的又一部大冒险故事 好了 本期月蛋屏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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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